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摇一摇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乔·拜登对其当前民调的虚假陈述 拜登在接受BED采访时声称 过去七八位总统中有五位在这个阶段都已显著的差距落后 最终依然胜选 然而,历史数据显示这并非事实 从1940年到2020年的数据表明 只有少数现任总统在这个阶段落后并最终逆转胜选 拜登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试图以误导的方式解释他的民调 他的言论不仅给支持者虚假的希望 也反映了他在选举前景方面的真实困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拜登的民调误导 虚幻的希望还是无心之失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民调数据常常被是做风向标 尤其是在竞选期间 它们不仅是媒体报道的主要话题 更是选民和候选人策略调整的参考依据 而对于现任总统乔拜登来说 他最近对自己民调数据的虚假陈述 却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讨论 甚至可以说是争议 拜登最近在接受黑人娱乐电视台BED采访时 声称 在这个阶段赢得选举的总统中 过去七八位总统中有五位在这时候都已显著的差距落后 这一声明让许多观众感到困惑 然而历史数据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历史数据的严酷现实 翻阅从1940年到2020年的罗珀公共意见研究中心 和1936年的盖洛普的所有可用民调数据 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在这段时间内 共有15次现任总统参选的选举 而在这些选举中 只有两位现任总统 即2004年的乔治 W·布什和1948年的哈里·杜鲁门 在这个阶段 以任何差距落后 并最终逆转胜选 如果我们更具体一点 来看过去 八位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 其中有五位在这个阶段的平均民调中 处于劣势 而最终只有乔治 W·布什在2004年逆转胜选 换句话说 拜登在BED采访中所说的 过去七八位总统中有五位显然 与事实不符 这些数据 让拜登的言论看起来不仅是误导 更可能是试图通过错误的信息 来缓解支持者的焦虑 开放选举的复杂性 拜登可能不仅仅止现任总统 他或许还包括了 非现任的未来总统 在开放选举中 候选人通常不太为人所知 结果往往更难预测 不过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的说法 仍然是错误的 在过去八次总统选举中 这个阶段领先的候选人 有六次最终胜选 唯一的例外是 2016年的特朗普和2004年的乔治 W·布什 如果我们追溯到更早的历史 可以找到一些 比现在的拜登情况更糟糕 但最终胜选的例子 比如 1988年的乔治 HW·布什在对阵迈克尔 杜卡基斯时落后 1968年的理查德 尼克松 在对阵修伯特 汉弗莱时落后 这些例子 虽然给拜登带来了一丝希望 但仍然不足以支撑 他在BED采访中的夸张言论 拜登的真正问题 拜登在民调中的处境 确实相当糟糕 他是一位支持率低于40% 且反对率超过50%的现任总统 其他支持率同样糟糕的现任总统 如1980年的卡特 和1992年的乔治 HW·布什都落选了 而且差距不小 拜登唯一的比较对象 可能是2020年的特朗普 当时特朗普的支持率 也正好在40%左右 反对率也远超50% 虽然特朗普在那个阶段的落后程度 远超过现在的拜登 但他最终在关键的摇摆州 以微弱差距落选 这一例子 并不能使拜登在BED上的民调言论 变得真实 无论怎么解释 拜登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连续的误导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并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试图以误导的方式解释他的民调 他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这样做了 当时他说 至少有五位总统或现任总统的 数字比我现在的还低 虽然他似乎给自己留了一些回旋余地 但他试图推销的观点 很多处于他这种情况的人 最终都逆转胜选 是一个持续的主题 这给了他的支持者虚假的希望 拜登的未来 尽管拜登的前景并非完全暗淡 但他的处境确实不容乐观 他的支持者 希望他能逆转当前的不利局面 但历史数据和现实情况表明 这并非一事 当我们面对这些数据时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民调不仅仅是数字 它们背后代表着选民的情绪 和对未来的期望 拜登在民调中的劣势 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机会 但如果他继续以误导的方式 解释民调数据 将会进一步削弱选民 对他的信任 这不仅是对他选情的不利影响 更是对整个政治生态的破坏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基于事实和真相的竞选 而不是虚假的希望和误导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乔·拜登最近在接受BAT采访时 对其当前的民调位置 做出了一个虚假陈述 他声称 在这个阶段赢得选举的总统中 过去七八位总统中 有五位在这个时候 都已显著的差距落后 然而历史数据显示 这并非事实 相反 数据显示拜登 作为现任总统的处境相当弱 而在这个阶段落后的现任总统 很少能够逆转胜选 在过去八位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中 有五位在这个阶段的平均民调中 处于劣势 其中四位最终落选 2020年的特朗普 1992年的乔治 H.W.布什 1980年的吉米·卡特 和1976年的杰拉尔德·福特 只有乔治·达布洛 布什在2004年这个阶段落后 并最终胜选 像2012年的巴拉克·奥巴马 1996年的比尔·克林顿 和1984年的罗纳德·里根 这些现任总统 在这个阶段都处于领先地位 并最终成功连任 事实上 自1936年以来 所有在这个阶段领先的现任总统 都最终胜选 然而拜登可能不仅仅是指现任总统 他可能还包括未来的总统 开放选举中 候选人通常不太为人所知 结果往往更难预测 然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的说法仍然是错误的 在过去八次总统选举中 这个阶段领先的候选人 有六次最终胜选 另外的是 2016年的特朗普 和2004年的乔治·W.布什 注意这里指的是赢得选举 而不是普选票 如果我们考虑普选票 结果仍然是八次中的六次 因为2016年的民调 在这个阶段 预测了正确的普选票赢家 而2000年的民调则没有 为了更深入了解拜登的问题 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虽然拜登自己没有说这一点 但我们可以看看 从1936年以来 有多少候选人 在党代会前 已显著差距落后 但最终胜选 你可以找到一些 比现在的拜登情况更糟糕 但最终胜选的例子 1988年的乔治·H.W.布什 在对阵迈克尔·杜卡基斯时落后 1968年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对阵修伯特·汉弗莱时落后 加上2016年的特朗普 和1948年的杜鲁门 你可以找到四个 在这个阶段 至少像现在的拜登一样落后 但最终胜选的例子 即便如此 这也不是拜登所说的五个 而且我们已经将样本量 扩大到他在BET采访中提到的两倍多 如果你包括2004年的乔治·W.布什 他的差距并不像拜登现在这么大 你可以得到五个例子 拜登在摇摆州落后约三个百分点或更多 而布什在2004年全国范围内落后一到二个百分点 21次中的五次 23%胜选机会并不是现任总统 现在想要的处境 最后 如果我们仅关注寻求连任的总统选举 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的真正问题 他是一位支持率低于40% 且反对率超过50%的现任总统 其他支持率同样糟糕的现任总统 1980年的卡特和1992年的乔治·H.W.布什都落选了 而且差距不小 讽刺的是 拜登最好的希望是2020年的特朗普 他在这个阶段的落后程度远超现在的拜登 特朗普当时的支持率正好在40%左右 所以并不比拜登现在的数字好多少 反对率也远超50% 特朗普最终在关键的摇摆州 以微弱差距落选 这个特朗普的例子并不能使拜登在Bet上的民调言论变得真实 无论怎么看 他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试图以误导的方式解释他的民调 他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这么做了 当时他说 至少有五位总统或现任总统的数字 比我现在的还低 虽然他似乎给自己留了一些回旋余地 但他试图推动的观点 很多处于他这种情况的人 最终都逆转胜选 是一个持续的主题 但这给了他的支持者虚假的希望 虽然我不会认为 他的前景非常黯淡 拜登胜选是有可能的 但总统在民调方面的处境 确实相当糟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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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